大家好,我是小虎 订阅频道,一起掌球 后库里时代的勇士该何去何从 自由市场即将开启 勇士队的追梦格林 也明确拒绝执行下赛季2750万美元的球员选项 进入自由市场成为自由球员 现年33岁的格林处于生涯下滑期 进攻能力出现断档式下滑 但是他的防守和助攻能力还是线上的 是一名足够专业的派派大师 作为勇士这些年夺冠的重要人物之一 勇士管理层肯定是向格林降薪流队 以此保持阵容的完整性和竞争性 但是格林这个人形势风格多变 他的去向确实不好判断 一旦格林决定离队 勇士固执一趟三人组 基本就宣告分崩离析了 从纪念季后赛可以看得出来 打伤过后的汤普森 能力下滑严重的格林 高薪 低能的普二还有佛系打球的维金斯 都并不靠谱 这支勇士队就库里一个人在苦苦之声 库里毫无疑问 还是联盟前五的球员 勇士想要把握他的夺冠窗口期 就一定要大刀过斧地进行人员变动 更换总经理是勇士的第一步 接下来就是追梦 汤普森 库明家等人的合同 有消息称克莱已经决定降薪流队了 这样的话 勇士算是保持了大体的阵容完整性 只要把握住自由市场上面某一条大鱼 那就极有可能再次冲冠 之前也提及到 今年自由市场还是有很多不错的球员 例如欧文 哈登 保罗 威绍 波尔金吉斯 范弗利特 库斯马等人 勇士的新总经理会不会给我们一个惊喜呢 四冠王毅然决然 勇士态度明倦 一山不容二虎 库里会不会插一手 休赛期大家都知道 自由球员们都想有一个好前程 能赚大把的钱 对于那些功成名就的球员来说 他们更会把赚钱放在第一位 勇士今年季后赛没有走太远 休赛期任务相当的繁重 对于新总经理小邓李维来说 考验他的时候来了 不过在自由市场正式开启前 就已经有球员做出了决定 给球队出了一道难题 那就是四冠王格林 他的选择是意料中的事情 四冠王毅然决然 勇士态度明倦 一山不容二虎 库里会不会挽留 再跳出合同一事上 四冠王格林毅然决然 没有任何犹豫 为什么格林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呢 第一 格林有足够自信 一位球员能果断成为自由球员 就说明他已经探到自由市场的底线 知道自己在自由市场上的最低价码 要比之前合约价值高 格林经纪人是傅保罗 傅保罗能力还是很不错的 第二 无论留勇士还是去别的球队 格林根本不愁 现在的情况 无非就是拘留 格林发出了信号 就看勇士怎么接 第三 想要拿到最后一份大合同 格林年龄不小了 今年休赛期 是他拿大合约的最后机会 格林已经出招了 勇士管理层该怎么办 勇士新总经理邓丽维 态度相当的明确 直言希望格林能回归到阵容 而且有信心完成续约 勇士老板这边有足够的财力 我们都知道的是 原本合约中 格林下赛季年薪为2750万美元 也就意味出 勇士想要续约 就必须给出比这价值更高的合同 至少3000万美元起步 那么勇士还能拿出这么多的钱吗 这很考验球队的操作 勇士老板财大气粗没错 但球队薪金太大 早已触发超级奢侈税 如果球队不夺冠 那就是在亏本运营 另外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小邓立维还公布了一项球队计划 那就是打算让普尔在勇士至少待四年 这是什么意思呢 换句话说就是 普尔今年休赛期不会走 至于这是安抚普尔 还是放出的烟雾弹 抑或是球队真这么打算 目前还不得二知 但小邓立维就是这么说的 如果真这样的话 勇士可能会保持原有主力阵容 下赛季再是一次 勇士既想续约格林 也想留下普尔 难道不知道一山不容二虎吗 22到23赛季发生的事情都看在眼里 两人冒合神力 也是球队内部不稳定因素 如果两人继续合作 大概率又要重复之前的剧情 库里作为球队核心 在球队招募和影员以及一些决定方面 他不喜欢参与其中 不过现在小邓立维明确表示 如果库里想要参与进来 他可以尽可能的参与 这次关于球队一事 库里会站出来吗 库里会不会站出来帮助格林说话 挽留一下格林 或者会不会建议球队送走普尔 目前还不得而知 无论怎么说 今年休赛期勇士如果运作不好 那么下赛季仍旧会耽误库里一年 从探花千来讨论开拓者的选择 由于开拓者在乐透抽签当中 拿到的选秀顺位落在黄蜂之后 在选者还没有明确传出 选择亨德森还是米勒的情况下 开拓者的局面一直是相当被动的 只要黄蜂没有明确表态 那么开拓者就没法确定 手中签位的最终选择 甚至很可能要等到选秀大会当日 在黄蜂的选择确定之后 才能知道开拓者的应对方针 参考目前黄蜂的情况 他们在选秀拳方向上 还是有几个选择 而在自行选择的球员中 他们的主要目标对象只有两人 一是控球后卫斯科特亨德森 二是小先锋布兰登米勒 综合讨论 不管黄蜂的最终结果是谁 都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 如果选择布兰登米勒 这就是球队凭空多出了一位 场军15分 三分命中率近4成的特意投手 对于黄蜂单调的外线火力来讲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补充 至于斯科特亨德森 如果黄蜂选择他的话 那么罗切尔势必回到替普及 三名核心轮转后卫 也并不是什么太严重的事情 但是在黄蜂不同的选择之下 开拓者的结果就完全不同了 如果前者选择斯科特亨德森 那么开拓者就只能选择布兰登米勒 作为一名具备外线火力的侧翼球员 还是符合开拓者的阵容需求的 特别是考虑到他在进入联盟之前 已经历经了比赛锤炼 已经证明了他能够 在大量无球跑位之后保证稳定的进攻效率 这种极差极用的特性 对于联盟任何一支球队来讲都是合适的 开拓者如果选择他的话 对于球队阵容深度也是一个不小的提升 但是如果黄蜂选择提前篮下布兰登米勒 把斯科特亨德森留给开拓者 考虑到目前队中在后场位置上 已经有了足够多的轮换选择 亨德森对于开拓者来讲 无疑是一个多余的负担 甚至于考虑到目前开拓者 已经选择了继续围绕利拉的重建 那么他们在选择斯科特亨德森 完全就是无意义的 即使后续球队选择交易走 小西蒙斯 考虑到夏普和亨德森两名年轻人 都是需要足够多的球权来培养 再加上一个核心利拉德 还有一个本就已经没有太多存在感的 吉恩詹森 开拓者后卫球权不够分 那是必然的事情 这里就要准备一个备选方案 如果因为黄蜂而导致斯科特亨德森 掉进开拓者的选位当中 那么交易将会是最好的首选 在之前 我们已经围绕过提湖 讨论过开拓者的选择权了 但最后的结论是 小西蒙斯和诺尔基奇的手码 并不一定能够撬动提湖的交易意愿 因此之外 开拓者势必要重新寻找交易目标 近期 我们又想到了另外一个潜在交易下加 多伦多猛龙 由于队中的小特伦特和范弗利特 即将成为自由球员 考虑到猛龙的情况 他们大概率只能留下一位 甚至于严重的结果是两人都离对 而由于后续自由市场上的后卫 明显没有太多交易价值 猛龙在他们二人之外 完全有可能在选秀大会上 尝试挖掘一些后卫新人 而如果这个交易的潜在目标 是第三顺位的斯科特亨德森 那么猛龙的兴趣应该不会低 他们完全可以利用手中的十三顺位 打包阿努诺比和阿修瓦 从开拓者换到努尔基奇和炭花签 进而拿下斯科特亨德森 从纸面阵容来看 这笔交易对于双方来讲 都会是非常不错的结果 考虑到猛龙在后场位置上 急需一些年轻天赋之声 斯科特亨德森完全能够适配 特别考虑到他们在侧翼位置上的轮换深度 与其强行让阿努诺比出任二号位 那不如寻求交易 培养一下斯科特亨德森 而由于西亚卡姆和巴恩斯 在近几个赛季 也已经开发出了一定的持球 和无球接应能力 他们也能够在亨德森的成长过程当中 分担一定的持球压力 同时提供无球端的接应 因此 如果猛龙能够在交易当中 拿下亨德森和努尔基奇 那么球队在后卫和内线位置上的空白 都能够得到补足 而在努尔基奇的部分 他完全可以承担 破尔特尔之后的优质选择 即使后续破尔特尔离队 努尔基奇也能够无缝衔接 他的内线进攻地位 而如果猛龙在新赛季 选择留下破尔特尔 那么球队在内线位置上 就拥有了破尔特尔加努尔基奇 以及临时轮换内线的西亚卡姆加巴恩斯 那么球队禁区轮换就完全足够了 至于他们送出筹码当中的阿修瓦 一方面能够解决猛龙内线轮换拥挤的问题 也能够附加筹码价值 成为交易甜头 撬动开拓者的交易意愿 再回过头来看看 送出碳花线的开拓者 此举可以解决努尔基奇的三年合约 还能够拿到自己一直以来所欠缺的侧翼防守尖刀 阿努诺比 尽管开拓者的防守问题 更多的来源于体系本身 但是顶级的单防能力 同样是每支球队都需要的 如果能够通过交易得到阿努诺比 再加上后续续约的格兰特 还有塞布尔 诸多防守能力极强的球员 应该能够缓解开拓者在防守上的很多问题 即使是交易当中担当附加的阿修瓦 他出色的身体天赋能力 也能够成为球队替补内线的优质轮换 最后是在猛龙的交易筹码当中 所提到的第13顺位 之前基于猛龙的角度考虑 大多数人都认为 这个签位要选择一名得分后卫 但是把对象变更为开拓者后 他们就完全不缺后卫了 个人更倾向的是 开拓者能够利用这个13号签位 拿到防守型中锋 德里克·莱夫斯 从球探选秀报告来看 莱夫斯在场上的协调能力和机动性 都是相当出色的 并且具备中锋位置上优势明显的换防能力 视频当中展现出来的投篮能力 也能够为球队的挡板进攻提供更多选择性 良好的投篮习惯 也非常有利于后期练出稳定的外线接应能力 最大的弱点是作为内线轮换体型稍稍不够 很可能会影响到进攻掩护品质和进区终结 但是从他的球队地位来看 在开拓者阵中担任进攻的替补选择 这已经相当足够了 综合之下 相比于此前我们讨论可能性较低的醍醐 如果黄蜂临时变阵 个人更多的还是倾向开拓者 能够围绕探花线和猛龙达成交易